2023年春天来了又开始播种了 看看今天这些种子已经发芽了 一开始我用厨房纸放一点水 把种子泡到里面去 这样子等它有了小芽以后 再种到土里就比较知道一点 比如说你放在草纸上面 它比较湿 它有芽了 你再把它种到土里的话 这就比较确认它会发芽 现在看看它怎么发芽 这个是西红柿 西红柿是去年留的种子 也没想到它很快就发芽了 然后这稍微长一点 是菠菜 菠菜也发芽了 还有豆子 这种 豆子也发芽了 去年的那一颗西红柿把它揪了个枝 然后泡在水里 今天种下去呢 它也很快就成活了 这个扶手瓜很有意思 去年栽来的扶手瓜 然后泡在水里 它就长芽了 但是呢 要很久才能够到外面去 起码要一两个月才能放到外面去 还有这个小的沙拉菜 这个沙拉菜也成活了 也发芽了 所以今年第一次发芽 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的收获 好 就这样 继续来自家的继续 一条步 后一车 这件来的总是 准备 足备 一条步